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影片是六星新年優衣的介紹 限定角色光屬性會破防輔助補師 1技能對前方數來第二個敵人中幅度降低 物攻 魔攻 魔防 TP上升 持續12秒 2技能大幅提升我方全體魔攻角色的魔攻 持續12秒 1的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魔攻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我方全體展開物理魔法西周盾 自身降低90%初始魔攻 我方全體降低5%物理魔法傷害 提升行動速度到200% 以上效果都持續18秒 我方全體持續恢復血量 持續10.5秒 新年優衣的技能施放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新年優衣是個登場有點久的角色 1技跟2技的素質都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是個靠著UB的加速200%拿上場機會的角色 1技部分 降攻雖然是不錯的效果 但是她的降攻數值比較低 效果不夠明顯 除非是物理魔法 降攻都吃了BOSS 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是純物理或是純魔法BOSS 降攻2000多有點不太夠 新年優衣的加速200%很強 但她其他技能就比較普通 綜合能力不算特別強 而且光法隊也不是只有一個加速角 還有一個大江戶雪在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對不起優衣 新年優衣六星後 日版持有一隻王有上場機會 就是畫面上這隻獨眼巨人 新年優衣有在傷害最高的半自動跟全自動隊伍登場 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半自動約1.05億 全自動約9000萬 如果沒有新年優衣怎麼辦 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把新年優衣換成大江戶雪 可以打手動刀 五個木鴨操作傷害約1.11億 僅次於水物理隊的手動1.14億 第二個方案是去出水物理隊 半自動約9600萬 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接著是下一個問題 如果這隊只缺新年優衣的話 可以用戒的嗎?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刀呢? 畫面上這五個角色 二三五王都用不太到 裡面只有艾米斯一王會用到 一王的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這隊角色偏平民 沒用什麼冷門角色 大部分玩家應該都可以組出來吧 戰隊戰方面就這樣 競技場用不太到 接下來看生育 畫面是兩組是光五之石通關隊伍 都是半自動 操作不難 加速角要用新年優衣或是大疆護血都行 想要打通光五之石 最難的部分是守門員光四之石 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想要第一時間通關 對屬性等級跟打軸的難度都有很高的要求 光屬性是第二區很難的屬性關卡 日版沒有重置生育的我 第二區開放到現在快兩個月了 我到現在屬性要求還不夠 我大概月中多點一些大師技能之後 應該有機會通關 對而有辦法打通四之石守門員的玩家來說 五之石就是送的 地下城夜七方面 目前看到所有的打法都有用新年優衣 沒有的話頭會有點痛 有人可能會想問 啊不是說大疆護血也會加速嗎 不能用大疆護血替代嗎 光法隊人才比較多 夜七可以出到兩隊光法隊 一隊用新年優衣加速 另一隊用大疆護血加速 所以沒有辦法用大疆護血替代 好啦 表現差不多就這樣 在下結論之前 先講一下目前抽卡遇到的麻煩 台版有未來士可以看到未來四個月的表現 四個月後的表現就看不到了 有時候會因為看不夠遠出事 尤其是現在又有生育這種恐怖的東西 有些人會很在意自己生育能不能第一時間通關 以前如果表現比較微妙的角色少抽一兩隻 最多就是打月底戰隊戰的時候 出刀會比較難受 但之後領的薪水應該不會變 應該還不至於想要打人 但有生育之後 最慘情況應該是生育角色不夠 導致卡關 所以如果我跟各位說 鑽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然後未來關卡光生育 新年優衣避上 有人沒有抽 導致卡關 可能會想要貶我 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可能哦 實際上 要是光五之十的王血量加個一兩千萬 就可能會是需要用新年優衣才能過 大疆護血不行 再加上新年優衣技能還是有點特別的 除了200%加速目前在光屬性無人可以取代 他還有降攻跟降TP上升 如果要做球讓新年優衣上場 還是做得到的 因為我怕被罵 所以不抽的風險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角色要不要抽真的有點難決定啦 對於鑽石已經快見底的玩家 會必須有所取捨 我是建議優先抽未來確定會用到的角色 至於新年優衣這種未來不一定用的道德就隨緣吧 但對於鑽超多的玩家來說 不要對不起優衣 不然萬一未來被制裁會很想要打當初的自己 結論 戰鬥戰的玩家建議要抽 進場玩家跟還沒買等的新手鑽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至於那些倉鼠玩家什麼20萬以上鑽石的 我建議無腦抽會比較保險 不然萬一後面生育要用 就只能抱著幾十萬的鑽石哭泣了 有生育這玩意之後 對於有可能跳出來戳的角色 我一律建議倉鼠玩家都預防性羈押 以免後面卡關而後悔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